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把徐州当作自己的家 也请把我当作家人一起生活吧 刘备大人 多么 多么温暖的话语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走吧 什么孤敬不如从命 落到这一步 还不都是你自找的 趁着人家不在 想偷袭眼周 结果在曹操反击之下 被赶出来了 兄长 我们真的可以信任吕布 把他留下来吗 我不清楚 但是 既然如此 我们必须出手相助 因为 那是我的信念 明白了 那么我们会全力协助他 要是让我说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应该救他 算了 既然大哥这么说 我就找办 刘备大人 袁术正在做出兵的准备 恐怕他打算攻打徐州 什么 袁术大人竟然 近来 袁术大人 一直执着于扩大领土 应该是 觉得比起眼周的曹操 还是这里更容易攻陷吧 胆子不小嘛 我要让他为小看我们而后悔 不 义德 请你与吕布大人 共同留守此地 敌人就由我与云长负责应激 等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说什么呢 大哥 我也要一起 我们三人 不能同时离开徐州 万一发生紧急情况 就会给客居于此的 吕布大人添麻烦 那样就太过意不去了 因此 必须有人负责留守 留守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毕竟曹操 还有可能从眼周攻来 不过 兄长认为 凭借义德的武艺 可以击溃任何敌人 你要这么说 那倒也是 可是要我和吕布那种人 刘备大人 您无需 无需担心这里 留守的任务就请交给我们吧 我们一定会誓死 誓死捍卫徐州 多谢 有劳臣功大人了 义德 徐州就交给你了 虽然我和云长不在 但是你可不要过于放纵啊 刘备大人 大事不妙了 夏批城传来消息 北部背叛了我们 控制了城内 而且还派兵前来 征讨刘备大人 什么 大哥 义德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吕布那家伙 我才一眼没看见 他就突然发起了袭击 竟然在义德的面前发动袭击 这是胆大暴天 义德 你身上怎么有酒气 难道 我就喝了一点 有人送酒来喂牢 所以我就 你肯定是 直接醉倒了吧 兄长叮嘱过你 要有分寸吧 是我不好 算了 云长 事情已经发生 再指责也无济于事 兄长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尽快返回城内 确实 徐州是陶谦大人 托付给我们的重要领地 绝不能交给吕布 兄长 我要从吕布手中夺回夏皮城 请大家 助我一臂之力 前面 20 5 olin advances